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兰发老者轻轻笑了一声说道 安前辈到这里做什么 那是我等能管的 就是当着我们的面 把这兜元阁拆了 阁主也不会怪罪于我们 本阁的规矩 只是对一般修士来说 岂能用在这韩前辈身上啊 听到老者这么说 其他守卫都连连点头称事 并心照不宣 不再谈论刚才的事了 仿佛先前一切 从没有发生过一般 只有那年轻守卫 还有些六神无主 还时不时地回头往门内望去 几乎同一时间 在阁楼中间 一层被重重禁止封闭的大厅中 正有七八名男女 围着一名一身白袍的女子 在劝说什么 那白袍女子肌肤晶莹如雪 凤目带眉 但是脸上神色冰冷异常 正是被邀请参加此地聚会的兵凤 他方一到此地啊 结果未见有人开交换会 并且到会之人也隐约不对之后 原本立刻警觉要离开 没有想到反被其他人发动禁止 封锁了整个楼层 接着参会的这些人呢 开始轮流对其劝说不停 竟一副都已被青龙商人收买的样子 哎 凤倒有 说起来你的兵凤之身 与我们黑凤一族也算是有些渊源的 否则这段时间里 姐姐也不会在你和青龙前辈之间 一直周旋不停了 但是你在这般拖下去 可真的会触怒青龙前辈了 以青龙前辈合体中期的神通 若是对你动墙 妹妹你可是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倒不如答应下来 以青龙前辈的身份地位 丝毫不比那姓韩的小子差饭豪 你又何必死死地撑下去呢 这说话的是一名黑群的貌美少妇 眉宇间引荐杀趣 竟正是黑凤族的小红 此女前些年被黑凤王 鹤令闭关一阵子 如今竟出现在天渊城中 还一副修为增进不少的样子 其他人也是人妖两族都有 并且都或多或少的和冰凤认识一些 此刻也都是一副苦口婆心 加以相劝的样子 妖族会出现在这里 自然是因为魔族开始攻城之后 城中已经取消了两族划分的界限 双方可以互相到对方的区域的缘故 即使如此啊 两族普通存在呢 也一般不会无故地跑到对方居住的区域去 只有高阶存在才会不在意互相往来的 这几个人中的妖族啊 基本上都是恋虚修士 自然完全有资格出现在这的 不过 他们的劝说言语实在没有什么新意 仍是不停说青龙上人 身为合体修士 和他双修呢 自然是一件两立之好事 城中不少女修士啊 对此等好事是求之不得嘞 这样的话语 但是 无论小红 动之以情的言语 还是其他人小之以利的劝说 冰凤呢 却犹如未闻一般 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 但是脸庞上的一抹寒意 几乎都直接凝结冰霜出来了 小红进此情形自然暗自皱眉头 再过一会儿 一摆手让其他人停住了 声音变得有些阴沉地说道 冰凤妹妹 该说的话语 姐姐几个人都跟你说了 你现在给个准确回复吧 是否愿意答应 青龙前辈的双修之意 显然这些人当中啊 是以他为主的样子 冰凤终于神色不动地开口了 但是话语却仿佛刀剑般的锋利 直刺向小红这位妖女 道友就算说得天花乱坠 我也不会答应 我倒是觉得有些奇怪了 小道友身为妖族议员 难道不知道 人妖殊途 正是我等妖族一大族归吗 你如此明目张胆帮着青龙上人来威胁于我 就不怕回去之后 被黑凤妖王大人治罪吗 小红一听这话脸色微微一变 但马上恢复如常 轻笑起来 冰凤妹妹还不知道吧 青龙前辈身躯中原本就留着我们妖族一脉的灵血 原本就是半妖出身 只不过他老人家当初选择留在人族 这才成为九星宗的大长老 所以姐姐我根本不担心此事 况且就算没有青龙前辈式半妖之事 现在人妖两族必须联手抗敌的局面 组长和其他合体系长老知道 也会故作不知的 不过妹妹的回答 还是让姐姐极为遗憾 此地的事情 也只有撒手不管了 小红用手一抚绣发 发出冷淡异常的说道 交给旁人 冰凤听闻此言 脸上不禁一下苍白了不少 似乎已经知道对方话里的意思 果然呢 这小红立刻一回身 冲着大厅一侧的某个片门 恭敬地说了一声 青龙前辈 我等已经尽力了 看来冰凤道友 似乎需要前辈亲自来开导一番才行啊 这时候 一个男子的声音从天门中悠悠地传出 既然这只小冰凤如此执迷不悟 老夫也只有亲自出马 但是这种手段 老夫原本是极不愿动用的 接着 这片门从里向外 一下自行推开了 从里边不慌不忙 走出了一名紧袍男子来 这男子呢 四十来岁 面容方正威严 单手持一本白玉后书 神色从容 正是当初和韩力一起抗击过魔族大军的青龙上人 冰凤盯着青龙上人缓缓地说道 前辈应该很清楚 用强硬手段 而非切身自愿的话 是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况且前辈就不顾及成中 其他几位前辈的意思吗 你这话若是数日前说 老夫或许还真有几分忌惮 但现在嘛 老夫已经修炼好一种心神通 可以让你心甘情愿加以配合 至于天渊城的其他道友 你就更不用指望了 我已在昨日加入了天渊城 成为城中长老之一 本座和一位已经陨落的修士之间 孰轻孰众 他们还分不清楚吗 到了此时 这青龙上人无需在虚言伪装什么 冷冷地直接说道 冰凤文言脸色一变 叹了口气后 忽然抬起一只玉腕 往前飞快地一滑 自白光闪动下 一条白萌萌的空间缝隙 随之浮现而出 他身形一模糊 人如虚影般一下顿入其中 这冰封一连串行动快似闪电 竟然附近的小红等人一杆存在呢 没能反应过来 等他们大怒再想出手之时 那道白萌萌裂锋一闪 诡异地弥合起来 青龙伤人见此情形却神色依旧 只是把手中玉书冲着虚空中轻轻一抖 银光一闪 一枚银色古纹从玉书中飞射而出 并化为头颅大小 并一闪击到了空间缝隙消失之处 轰的一声啊 那边虚空银纹爆裂开后 竟仿佛水面般扭曲的模样 借着寸寸碎裂开来 一声闷哼之后 冰凤胶区一个亮呛 从虚空中跌出 连退几步勉强站稳身形 重新抬起亲手来 此刻的他 神情仍然保持冰冷 但脸色时时有些难看 哼 你若是能在老夫面前跑掉 那老夫的姓名就到过来念 好了 你是乖乖地 让诸位道友将法力封闭 还是让老夫亲自动手啊 青龙上人扫了冰凤一眼 傲然地说道 小红等人也刷得一下 在四周把此女死死围在其中 冰凤在原地站着未动 但心直往下沉去 哦 不知青龙道友姓名 倒过来念是如何念法呀 不妨亲自给韩某 也是一样如何呀 就在小红刚想上前动手的时候 突然一个冷冷的男子的声音 在厅堂中回荡而起 此女的脸色苍白中 沉白无邪 同一时间轰的一声 惊天动地的巨像传来 原本闪动淡淡灵光 被结结实实 禁闭封闭的大门 突然间从外向内爆裂开来 随着大门破裂崩飞 一股狂暴之气从外涌入 当在前面的两名恋须其修士 被这可怕气息一冲之下 竟仿佛被巨兽狠狠一撞一般 身躯一下沙袋般的一飞而起 被重重撞到了对面的墙壁上 但偏偏此墙壁也被释放了禁制在其上 仿佛金刚般的坚硬 这两名人族修士 可不是法体双修之士 头破血流之下 哼都没哼 直接倒地不起了 刚才这一撞击啊 连他们身躯中的原因 都直接震晕过去一般 其他人见自情形 心中一哆嗦 兔子般地从旁边大门 一闪躲远去 青龙上人在听到此话语的瞬间 隐面色大变 至于冰凤却惊喜交加起来 急忙一转身 一对美眸往大门望去 只见门外那可怕气息一收 一名身着青袍的青年 淡然地走了过来 不是韩丽还是何人呢 冰凤纵然一向冰冷异常 此刻也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 面上浮现殷红脱口说道 韩兄 你终于回来了 嗯 虽然遇到了些许麻烦 但总算化险为一的安然无事了 韩丽目光在冰凤脸上一扫 嘴角泛起一丝微笑 这青龙上人呢 毕竟是一名合体中期的修士 在心中一阵慌乱后 立刻反应过来 脸上马上堆起了笑容 韩贤帝竟能从魔族圣族手中逃脱 真是可喜可贺之事 在下和其他道友一定要摆下宴席 给韩导友压惊喜沉一番才是啊 韩丽呢 却根本没有理睬青龙上人分毫 双目一眯 仿佛刀剑般锋利地 扫了包括小红在内的几人一眼 丝毫感情没有地说了两句 很好 很好 除了已经晕倒在地的两名修士之外 包括小红在内的一干炼须存在 均一个个面无人色起来 就算他们中没人见过韩丽 自然也知道来人的身份 心中的惊惧可想而知了 他们之所以被青龙上人收买 做说客的主要原因 那自使青龙上人向他们拍胸脯保证 韩丽呢已经陨落掉了 否则就算多借他们几个胆子 也绝不敢插手此事啊 现在韩丽这位合体骑修士非但没死 反而出现在此地 正好把他们堵了个正着 连狡辩的余地都没有 下场可想而知了 一个貌似粗鲁的大汉 双手一抱拳 刚想说什么 韩前辈 恭喜你老人家回城 家师来 韩丽脸色一沉 袖子一抖 冲气二话不说 砰的一声巨响 这大汉只觉得胸口一热 身躯和先前两人一般飞了出去 重重摔倒在墙壁上 一团精血喷了出来 倒地不起了 其他几人大惊急忙忙去 只见大汉一斤 早已化为乌有 露出了一副光滑银白的战甲 此战甲 似丝毫异样没有 但是下一刻 一声脆响传出 整件战甲竟寸寸碎裂 化作一堆碎片 从这大汉身上 直接洒落而下 韩丽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击 不但把大汉击成了重伤 连身上的保甲 竟也一起毁掉了 这个结果 让原本还心存几分 侥幸的几人 均倒吸一口凉气 通体发寒 无法说出半个不字来 青龙商人见此情形 脸上肌肉不禁抽搐两下 但是一想起当日 韩丽独斗数名 合体修士的情景 心中同样无法提起勇气 说什么狠话 只能干咳一声 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韩兄何必如此动怒呢 你刚才激伤的 可是城中顾长老的爱徒 出手如此之重 恐怕不好给顾长老交代 交代 要什么交代 顾长老要是觉得 我出手太重 尽管可以找韩某 当时阁下 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呢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放的